女君 女公子 前面好像出事了 观察不让过去了 发生了何事 程娘子 林将军 前方发生了何事 例行检查罢了 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就让在下 护送二位回府吧 就不劳烦林将军了 既是药物 又怎能离岗脱职 在下正好在此搜查 说是护送 不过是顺道而为罢了 都城怕差 会再乱一些日子 近日臣娘子 还是少些出门好 将军且放心 近日无非是去楼家 商议亲是吧 林将军 绍商与楼家已经议亲 再过几日 楼家会设宴 报知我家小女 与楼家二房二公子 定亲之事 若林将军有空 可去楼家 喝杯酒 在下军务繁忙 未必有空 那可就太可惜了 那就等日后 我与阿妖登门拜访了 在下军送两位回府吧 在下军送两位回府吧 时辰不做了 放行 是 放行 这萧氏子府和城府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怎么顺路啊 怎么顺路啊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既然是查 便要查得彻底 所以少主公是怀疑城府 陈将军和萧氏子有勾结 什么 阿母竟答应让袁盛来教你吗 不是你们 是咱们 阿母说 善见公子学识渊博 听他传课 圣读识卷 大母说 既然树修这样贵 只教二郎们不划算 所以我们都要去选 人越多越好 包括你 可 可我是女娘 阿母即便是要请 也应该请女士才对 反正你要跟阿瑶 诚心嫁做人妇了 也不用避嫌啊 为何不用避嫌 楼家最想回去 阿瑶 一大可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去听他讲课的 不不不 善见兄的学识 连大伯父都赞不绝靠 少商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 去上善见兄的课 见识见识 这 见识什么 见识他如何张扬跋扈 我可是见识够了 我是不去的 妙妙啊 你就从了吧 今日我已经占补过了 原善见的课呢 你是非去不可 这 见识 万伯父将万七七送来 有了七七垫底 你定不是被罚得最惨的那个 对啊 好 郝姊妹就应该同甘共苦的 不过我会告诉西七家子 这罚子是次兄想出来的 次兄 好主意 多谢次兄 走 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哇 哇 真好水 最好看 终究还是来得仓促了些 只能这般对付 这是万伯父上次列着的虎皮吧 你拿来当坐垫 还觉得只是勉强应付 这才才出一块坐垫而已 还未来得及相亲献呢 朱川也没来得及坠上 这么素 淡入不得我眼 坐垫相助 你也不嫌个的慌 你花费如此大 这未来郎旭家 不得为你败光了 未来郎旭乐意 你管得着吗 为何只有这三张书案 是这般布置 那是女眷的位置 你们大可布置自己的眷 陈阳妹妹 你想坐哪儿 我都行的 七瞎子都在何处啊 我去装 那你坐我左手边 少少妹妹坐我右手边 好 你们后边去啊 七瞎子专门为我跟堂子 准备了这些 这竹台 可真成呢 这 这是足金铸造的 你要是喜欢 送你 这个就算是不点灯 看着都要饮 七瞎子 你又豪方又细致 就凭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若是个儿郎的话 我定嫁给你 其实少商不嫁过去 也无紧要 咱们成家儿郎多呀 可以娶七瞎子 你别做梦啊 我可不嫁了 我不是说我 是另有其人 还能有谁啊 易大雄可是成婚多年了 欲大嫂抗帝情深 一起建守殿官 我可不能破坏 人家的夫妻感情 这不是还有刺兄吗 那 那我还不如娶了少商妹 成家四娘子 还真是受欢迎 竟是男女不济了吗 四娘子 只要好好学 来日想嫁谁 便可嫁谁 孔子答言子问 唯邦而论四代 答子章问时事 而言济周 前几日朝堂诸人议论孔圣人 为古今之说争论不休 有人言周智概为孔子心智 周礼固为委托 而古文经者反驳 国家将有大事 若立辟庸 风善 寻守之矣 则幽明而莫知其缘 你们学了这般久的孔圣人言 觉得谁言之有理啊 我觉得 你 就你来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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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学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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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都不在理 他既然身为圣人 就理应家话 说得通俗易懂些 当初要是把话说明白了 这些人也不至于不理解 也没必要要真 夫人 夫人 我觉得妙妙说得有道理 你说这圣人既是传道解惑 为啥不说得清楚些 那说下似是而非 明明是造货 那还得起祸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妙妙跟您是有样学样 连圣人都敢编排啊 那圣人还说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着 夫人也带我到此啊 来听强强 怕是有回圣人之言吧 若是圣人跟你们这对妇女 待个一年半载的 连圣人都会被你们气得胡言乱语